来 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闪现局版的小丑 现在S1的小丑 胜率92% 这套阵容它搬的话我感觉搬了个机械 搬前锋 小丑搬前锋不多 小丑搬佣兵我倒是见过 搬前锋好像不太见 这套阵容修得很快 但是这套阵容小丑抓的也挺快的 因为这套阵容其实除了囚徒有一手电能断他的锯以外 其他人一些普通的点位基本上是挨不住的 经不住他一轮开车的 然后上来抓了一个佣兵 可以 这边抓个佣兵 求人救人很尴尬 这边救人如果被拦住的话这人都救不下来 这边没必要过去 这过去被电一手 有套路有套路 这边闪现过去直接拉锯 锯子cd好了 不是他为什么呀 看到这个圈知道这边是个囚徒 他为什么还要这么过去去抓囚徒呢 难道就是se的自信吗 我就是牛逼 我强 我操作给力 但这个过去万一你被白白断一个锯 那不很尴尬 但外面还有只鸟的呀 这打的也是真的就 反正就是对吧 就照着自己操作好 我就来回在板子边缘蹭 骗你的电 然后看你可能不会交电 预判一手 打一刀 然后拉一个锯 追过双脑 这波双脑追完 囚徒有可能能牵制一会儿 因为他这边没有推进器了 好像有一个 前面有一个 我手上还有一个 我刚看到这边是个0呀 可能是捡到了一个 拉过来中间先知找到囚徒 这边先知你说他帮忙断个锯嘛 啥 你说先知帮忙断个锯呢 从整体上来讲 上帝思想来讲 好像其实挺不错的 因为你保下了一个上锅挂的囚徒 但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应该没有这么见以为的人吧 呃 这个局还有 诶 怎么还有这么久啊 我今天开了个五分钟 哦 审核晚了 是吧 那我们抖音这边的观众 赶紧啊 不平啊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审核的有点久了 本来不是秒审核吗 这个盘给你们开了 不是白送 这个局能平 鬼都不信 这个确实他开局打得非常非常的勇啊 只能说真的是勇过头了 这个我是没想到的 那一波其实我觉得他追一个佣兵 然后将佣兵击倒了 或者把鸟逼出来以后手里有闪现 把佣兵击倒挂上 然后呢 人站出去拦住外面的人是不一定救得下来 为什么呢 他打一刀拉一个锯 蠢者这边没有那种位移能力的人呢 他救不下这个人呢 现在外面机子不够 佣兵这边状态摸好归摸好 外面应该是差了一台半的机吧 我们看一下差了多少啊 一台半差不多 佣兵再来就 一局打追双岛啊 佣兵一个护兵跳 架住这佣兵打完双岛 然后找 他又没有推进去了 找到先知啊 找到先知 基本上就结束了 诶 我这边刚看到的你们是显示错误吗 我每次看他都是0啊 刚看到是0 他难道又捡了一个啊 我每次看到他都是没有那个推进器的啊 这边找囚图也行 诶 看见先知那更好 将先知击倒 这平不了了 这怎么平啊 这平了小丑还怎么玩 这种局如果给平了 那你说小丑还打不打了 要把佣兵摸起来 这佣兵吃的刀有点多 摸起来相当于摸了半台 修了半台机 摸起来跑一个 这也难 这 这我倒是非常希望他能平一把 这平了170多倍 180倍 反正现在就对吧 这居然还没结束 万一真打平了 对吧 大家一起上天台 都是倾家弹产压的呀 200多倍 好 可惜平不了 这平不了 用逼教自己的 这怎么平 我还真想看一下平了 手起刀路 把你们全送上天台 这平只能小丑掉线了呀 小丑不掉线是不行的 只要他在 他还有一口气在 这个局 来 看 最后一波 标车表演 这次 帅 结束 四抓 这次 帅 准备 这次 帅 准备 这次 帅 准备